天氣方面的消息要來看到 今天寒流逐漸的減弱 但是回溫只有短暫的一天 到了明天又會有一波 強烈大陸冷氣團報導 預估在耶誕節當天的清晨 還有下週二清晨是最冷的時候 中部以北還有東北部 最低溫下灘到11度 至於在跨年夜的天氣 氣象屬預估 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可能會受到東北激風的影響 不排除是時時涼涼的天氣形態 中流寒流逐漸減弱 北台灣白天氣溫回升到16到18度 不過回溫只有短短一天 週日又有另一波冷空氣接力暴到 先濕後乾一路冷到下週二 冷空氣一波接著一波 氣象屬預估 下一波的強烈大陸冷氣團 最冷時間點就在下週一清晨 以及下週二清晨 屆時中部以北跟東北部 下灘到11到13度 空曠地區還會再低個2到3度 隨後氣溫在週二下半天逐漸回升 但下一波的東北激風 週四又要抵台 北東又要轉為濕冷天氣 民眾也關係 跨年夜天氣如何 28號會一波南方雲系北上 那後面的話水系可能會有一波一波過來 跨年的話比較偏向有可能 東北激風的形態 濕冷天氣之下 統計從21號傍晚6點到22號晚間9點 共有64人因為天冷而猝死 醫師更提醒跟室外相比 室內才是猝死的耗發地 因為這一群患者其實比較少外出 忽略掉這個保暖 客廳或是浴室 對外有連通的窗戶等等 其實它的溫度跟室外的溫度是差不多的 即便在室內不同場域還是有溫差 尤其長輩三高族群務必當心 室內同樣要做好保暖 這裡所以陳建國台北採訪報導